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吓就是个问题了 如果真的节外生枝了 那下令拆封条的人肯定是守则 依这三位的脾气必然要互相推一推的 首先开口的是郑比昌 请杨公公定夺吧 你们说呢 看了也吓不死人 不看 死了才是冤鬼 对朝廷负责 对制造局负责 那就打开来看看吧 杨金水听到这儿就不高兴了 你俩这一唱一和的 不是还想把锅甩给我吗 这是忘了挂制造局牌子 买地这件事是谁安排的了 真要出问题了 你看家庆爸爸先收拾我 还是先收拾你们 所以很有底气地给出了回答 那就别打开 要是针对朝廷负责的话 就把他们交给四个锦衣卫 送到朝廷去 杨公公误会我的意思了 沈医师到底有多少家产 哪些应该是制造局的 哪些必须立刻朝末 筹梁木兵给胡不堂送去打仗 我说的对朝廷负责 对制造局负责是这个意思 何茂才已经不是之前的何憨憨了 不是挣毙上一个眼神 就会往前冲的时候了 性命有关 谁也不是傻子 忠诚的意思 是不是叫我撕开封条 这还一定要我说明吗 这上面明写着 城制造局和巡抚衙门 杨公公不开口 忠诚不开口 我怎么敢启风啊 我呢是真不想看了 二位大人如果也不想看了 我这就去叫四个锦衣卫兄弟来 把箱子抬走 杨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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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金水想不想看呢 想看 但可以不看 第一 自己的烂账一定比这二位的少 大头都在家境爸爸那 他心里有底 第二 就是杨金水这类人做事的核心价值观 那就是不瞒家境 这些账策对他来说 看也只是看看 不会改变什么结果 最多就是看看哪里有问题 提前准备应对之策 况且审议时的账策有两份 另一份已经在锦衣卫手里了 如果真想看 自己还有机会去看 所以态度上就没什么好脸色了 最终更心急的郑碧昌 把自己甩出去的锅又背了回来 下令拆了封条 打开箱子 上面有一封审议时留给他们的信 而这封新的内容有点八大六 杨公公 杨公公 一起看吧 账靖二十一年至今 二十年间 这是沈某上交制造局和浙江官府 最后一批账策 四任制造 五任巡抚 唯胡不堂 胡宗宪 与沈某无帐目往来 其余滚滚诸功 解不足道也 二十年 知仇返四百余万匹 上角制造局 共计两百一十万匹 个人官员分立一百万匹 所余之九十万匹 再买生丝 再产丝绸 艰难维持至今 诸公所见之账策 明不悍言 心惊 诸公见此账策时 沈某库存丝绸 仅一百匹 作坊可知丝绸 依仅一万九千匹 据朝廷所需之五十万匹 相差四十八万九千匹 朝廷追究之之 诸公之心惊可知 我大明拥有四海 唐使朝廷节用以爱人 使民一时 各籍官员青莲 齐心可重 可知于今日之国库亏空 你喊什么 上下挥霍无度 便略知于民 民便在即 便略知于商 沈某今日之结局 皆意料中事 沈某先行一步 赐诸公 郎当于九泉 此日不宜 这里的剧情安排得特别好 正和被信中内容惊到爆炸的同时 还不停地穿插着沈一时的身影 这一幕 突然让我想到了泰国恐怖片 鬼影 区别在于 沈一时并没有骑在他俩的脖子上 沈一时的这封信里 透露出这么几个信息 第一个 就是关于分城 账策上显示的数字表明 这些年下来 沈一时一直在用25%左右的收入 在维持生意上的周转 有点经济常识的朋友 都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那就是不能出现一点意外情况 不然他面临的只有破产这一种可能 所以沈一时呢 最后的一百存粮食 就是奔着两个目的去的 要么就自己的命 要么就是鱼死网破 啥也不留 以欺人之道 还至欺人之身 让打断骨头廉质筋的策略 产生余温 第二个 就是这么多年下来 几任大领导中 只有胡宗宪跟自己 没有经济上的往来 这就意味着 如果胡宗宪那边 打完了窝寇回过神 郑和肯定要挨收拾 所以也就有了 后面他俩忽悠胡宗宪的宗亲 来接手沈一时产业的事件 为的就是拉胡宗宪下水 这第三个信息 跟第一个还有点联系 沈一时只用25%的收入 维持生意 也就说明 剩下的75% 是被朝廷 以及浙江官场上的人 从上到下给瓜分了 瓜分了不可怕 可怕的是 瓜分之后 国库还是空的 在胡宗宪因为 鬼地阴田事件 第一次进京的那次会议之后 嘉靖在语言党的分成上 是明确表个态的 能接受三一分 极限是五三分 从账策上来看 他们现在的分成比例 大概是二比一 在嘉靖接受的范围内 同时还说明 这条贪腐线上的人 手里都有余粮 抄沈一时家 只弄出来一万多两银子 不到两万的丝绸 这个成绩远远达不到标准 那下一步 就要从郑和二人开始 从下往上刮油了 杨金水这表情 肯定不是替郑和担忧 他一方面是终于清除了 沈一时这些年事有多难 另一方面 也在为自己担心 如果上头的命令下来 会不会牵扯到自己 那么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怎么把制造局的责任 都扣在郑和二人头上 自己可以全身而退的概率很大 而郑和没有了 不过目前 钱现在打仗 首先要考虑的 还是要集中在筹钱 这个问题上 甩锅的事情 可以慢慢来 于是 大师杨金水 给郑和玩了一招 欲擒故纵 这怎么可能呢 打死我也不信呢 罢了 我们都被沈一师玩了 是啊 他是在拿命在跟你们玩呢 你们几个衙门 包括你们家里 这些年一共花了他多少银子 你们自个儿心里有数 今年为了改道为丧 又买了近一百船两 又花了多少钱 我们心里都有数 现在买的粮 都借给了淳安建德两县 沈一时家就是真有座金山 挖也挖空了 二位大人还有别的事吗 要是没有别的事的话 杨母这就回去 给宫里上请罪的本账 杨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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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能这样请罪呀 要是我们都这样请了罪 前方的军需没有了供应 这场大仗就打不下去了 现在想到仗打不下去了 晚了 晚了 胡宗宪齐济光 在前方仗打得那样的 怎么这么难 朝廷把接济他们的军饷 都指望在这次超莫沈一时的家财上面 可我们呢 却拿不出军饷来 我们可以想办法筹量募款 指望公公 跟锦衣卫几个钦差说一事 请他们转成吕公公 让朝廷给我们一些实现 就算朝廷给二位实现 难道你们还能 再找出第二个沈一时抄他的家 只要朝廷让我们带罪立功 我们可以另想办法 老和你说 想尽办法能筹多少金下 拼了命 咱们也能够先筹集 一两个月的粮草军需 之前在评论区中 就有小伙伴提出了这个疑问 正和二人面临抄家 为什么不舍财平事呢 答案来了 他们不是不舍 只是赃款分配的太散 不够集中 他俩自己拿的肯定不够军需上的支出 只能竹藏的往下炸 那么从时间上 这项工作完成起来就会很难 毕竟以这种勾当为基础的关系 心不会齐 而且大家都会有所保留 所以何茂财给出的答案 是绝对没有到底线的 这个答案也就是为了应对眼前的局势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来了 这次抄家的事情办成这个奶奶样 需要给朝廷一个交代 说白了就是要一个背锅的 来承担这次办事不利之责 这个人选咱们之前就给出了答案 可也像沈医师这个案子呢 吵架吵出这样的结果 总得给朝廷一个说法 找个人顶罪 找谁顶罪 有关胡宗宪打日本鬼子的这段戏 跟主线剧情没有太多联系 主要讲的就是胡宗宪看清了局势 只有他在前线 朝廷才会认真的为这边酬粮 才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外上 打日本鬼子的同时 咱们的大助兄弟还收获了个媳妇 这媳妇在后面剧情中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简单的扑几句 咱们先过去聊主线上的事 如果大家想听详细的话 可以在弹幕中刷拨一 我看看人数 超过五十个 我可以出一期翻外片好好讲一讲这段剧情和明朝的日本鬼子 咱们先往下看 这边的高河汉文已经发现了神医师账策不见了 于是兵分两路 自己带一路人去巡抚衙门找正比昌和茂财 另一路人有两位锦衣卫带队去制造局 现在只有他傻傻的不知道账策已经被看过了 其中的一份账正在被海尔兄弟销毁中 这刚进门就被007管家塞了一份小钞 直到了正和二人的位置 随后带人前往后院 结果被熊大熊二拦下 此时的高汉文没有了把柄 也正在气头上 一点都不软了 不多废话 拿出了朝廷的命令 秒杀了这二位 而海尔兄弟正在后院销毁罪证 干得正起劲之时 第一个来扰乱军心的并不是高汉文 而是007管家 谁呀 忠诚大人 高府台来了 坐在二堂 说一定要见忠诚大人 你怎么跟奖儿差胡说的 我没有 你怎么 你告诉他我不在 何大人 小人也是这么说的 可是他不走啊 还说要到后院来见大人 挡住 给老子挡住 谁让他进来 老子就砍身的头 是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你看人家啊 都是搬起石头打人 咱们这个小哥老子 搬起石头去砸自己 要不是派来这个兴高的 怎么会扯出后面这些事情来 把老子逼得实在走同路了 我自己请罪 把所有人都给供出来 喝 喝 喝什么喝 真通了天 我们是一条命 他们也是一条命 大不了你一起砍他 有祖宗 琢磨 此时郑秘昌的昏迷 已经不是战术上的了 那是真快吓尿了 而何茂财这一顿大嘴巴巴 也不是假的 生生的把郑秘昌给抽醒了 他现在最怕的 就是郑秘昌背过气去 这时候他要是倒了 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自己扛了 那不是死透透了 于是跟郑秘昌把话挑明了 出事了不能自己一个人扛 郑秘昌这时的心态已经崩了 也没工夫想怎么甩锅了 只想让老何把这些催命符快点烧掉 此时的杨金水已经回到了制造局 跟两位锦衣卫碰了面 沈医时的这些箱子 要不要打开来看看 不能看 该送的送上去 该销毁的销毁 万不能销毁 您老给拿个主意 瞒天瞒地也不能瞒皇上 更不能瞒老祖宗 不管这四乡账册里记着什么 都应该尽快送到宫里去 把它交给老祖宗 让皇上知道 既然如此 我们现在就要把正比张和茂才抓起来 现在还不能抓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严格老和小格老的人 朝局现在乱成这样 二言会不会倒 皇上和老祖宗还都没有亮底牌呢 我们现在就抓人 弄到上面去 很可能就打乱了皇上和老祖宗的掏掠 没想到 朝家超出这么个结果 那前方的军饷怎么办 浙江的这些官员 和正比昌和茂才这些年贪了这么多 就应该把仇木军饷的事押给他们 也是 想活命 他们就得自己拿刀子割自己的肉 从家里拿些军饷来 总得给朝廷一个说法吧 现在唯一的办法 那就是抓高汉文先去顶罪 高汉文 什么罪名 办案不立 账目被销毁 大量赃款下落不明 什么时候抓 现在不行 你们马上去高汉文家 让他现在就把超莫沈医师的家财 送到湖布堂的大营去 我呢 把这里发生的情形 连夜写份密奏 用巴贝里吉地送到宫里 等之一下来 我们再抓人 那正比昌和茂才 就这样放过他们 放过他们 要是连他们都可以放过的话 我大明朝就没有天理了 现在不抓他们 是逼他们把平时贪沫的钱 吐出来 他跟锦衣卫的这段对话里 透露出这么几件事 第一 杨金水做事的态度 其实这个也算是老生成谈的东西了 在之前我们也聊过 他做事情的核心价值观 就是不能瞒上 对于吕方他没有瞒的理由 对佳靖他更不敢 因为这是他的生存之本 佳靖对于斯里剑的要求和演党是不一样的 对斯里剑他更注重的是人要听话 要说实话 而对演党他更看重的是钱 所以在仗策这件事上 虽然他会受到牵连 但是肯定没有死亡的威胁 而且现在的局势不明朗 贸然让朱七下手抓人 容易打乱家境做事情的节奏 所以不能这么做 第二 让高汉文顶罪 这里可能会有小伙伴有疑问 当初他都答应审议时 要把云娘托付给高汉文 怎么现在这么轻松就同意了 郑和二人让高汉文顶包的计划了呢 这个不要着急 等后面高汉文找过了胡宗宪 找过海瑞之后 咱们统一给答案 第三 就是对郑和二人的态度 很简单 先让他们把这些年 摊掉的钱财都吐出来 吐干净了再收拾他们 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把家境需要做的 着急做的 提前做好准备 总结就一句话 家境是我爸爸 我得替我爸考虑 听我爸的话 也就是因为他这种做事态度和出发点 最后才能用装疯的方式 通过家境的测试 家境如果不信任他 是不会留着他的命的 高汉文带着少的可怜的军须 来找胡宗宪请罪 胡宗宪对这次查抄的结果 明显是有心理准备的 听了高汉文的汇报之后 他给高汉文进驿站之后 上了第二堂课 不讨 制造局还有浙江官府 都已经是一片污泥浊水 东南局势危急 面对朝廷 面对百姓 不讨您要站出来说话呀 对朝廷对百姓的话 我自然会说 但是我现在只想对你说几句话 你而刺心 你都不会在意吧 布唐大人请赐教 第一 你不该出来当官 你的才情旨意诗文风雅 第二 既然中了科举 就应该在汉林院 储财传书 不应该妄论国策 省人的书是拿来给别人看的 拿来办事是百无一用 胡宗宪提到的第一点 其实之前沈一时也跟高汉文聊过 他的性格和才情更适合专注于诗词风雅 而不适合走上官场 弱点太明显容易被杠坑 而胡宗宪提到的第二点 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了 把明朝官场的风气点的是明明白白 除了海瑞这个本就是以圣人模板存在的人 其他的人基本都被涵盖其中了 由于在驿站老胡给他上的第一堂课 变相地救了他的命 所以此时的高汉文对于老胡是相当的信任 也听出了胡宗宪的弦外之音 表了态 不堂大人一定有事要属下去做 尽管直言吧 这就是你的才情啊 你能听出弦外之音 这就够了 听我的话 郡许叫歌之后 立刻回杭州 找到朝廷派来的锦衣卫 主动请罪 请他们把你见诵京士 是 不堂 我可以照你的话去做 但我要知道 为什么这样做 这我不能告诉你 叫你这样做 既是为了你自己 也是为了朝廷 也是为了我能把这个仗继续打下去 这里咱们来分析一下胡宗宪话中的意思 从高汉文自己的角度考虑这件事 咱们还是先放一放 放到最后他给海瑞报仗之后再聊 这个第二第三点可以放在一起聊 目前浙江战事正紧 抄大户没抄出东西 下一步就要弄这些贪官了 但是这是需要时间的 而且以胡宗宪对郑和二人的了解 他俩未必会铁了心割肉给前线 导致的结果就是形成导演的趋势 而自己也是演党的人 他需要依靠这个时间差 把日门鬼子打利索了 这样没了外患 怎么闹都是自己家里的事情 自己会不会跟着吃过烙 就听天由命了 所以这件事不能 也没有必要跟高焕文讲的太细 但是高焕文心中 对这个结果是很难接受的 继续提问 我相信布堂大人 可属下这样做了 那些误国误民的杜处 就该消养法外吗 那我就给你交个底吧 不处一个月 朝廷就会在浙江掀起大案 那些误国误民之人 一个都跑不了 现在我让你主动请罪 顶多盼你抄没沈医师的家财办案不利 如果继续留在浙江 你就会卷进他们之中 布堂大人为何要这样对待属下 我身为浙治总督 对我的属下 谁有罪谁无罪 不该分个清楚吗 如果呀 我要这么主动请罪就离开了 我早就离开了 胡宗仙的话中透露出了自己的无奈 第一次去朝廷开会的时候 他就想辞职 离开这个大漩涡 可惜呀 内有灾民外有倭寇 朝堂局势都离不开他 所以他被迫在这个漩涡中力求自保 但是这太难了 最后他出于一个上司 一位长者 一位朋友的身份 给了高汉文两个忠告 可以说是人直易尽了 从后来高汉文的表现也能看出 老胡的话还是起到了作用 属下这就连夜回杭州 一定照布堂说的话去做 你要记住两条 第一 今晚我对你说的话 要永远埋在心底 第二 你在诏狱最多关上一年半彩 出狱后立刻辞职 不要再当官 晚生记住了 镜头另一边 云娘被杨金水叫了过来 她要完成老伙计交代给她的事情了 既然来了 就进来吧 一个人在小院里 觉得孤单吧 杨公公有什么吩咐 紧说就是 杨公公 她现在还不肯叫我一声干爹 干爹 杨金水为什么要扮强迫性的让云娘叫这声干爹呢 其实是为了表态 自己向云娘表态 我已经没有什么别的心思了 让云娘放松 同时也让云娘向自己表态 你需要信任我 我才能把下面的事情告诉你 无论你这声干爹叫的走不走心 这种情况下 云娘也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选择叫 叫了我一声 我的东西就可以给你了 我算了一下 你跟着我 已经四年零三个月了 从十七岁开始 但是 今年你应该是 二十二了吧 干爹给你找个人 后半辈子你跟他去过吧 干爹 我不要您老的东西 您老爷不要逼我跟谁让我走 我赶您一辈子的恩德 那不行 这些东西是他给你的 我答应过他 我不能失信 谁 沈医师 我本就是他花钱买的 既然他要我回去 我给他做奴婢就是 恐怕这一辈子 他都不会再叫你回去做奴婢了 他不再跟制造局干了 不干了 什么都不用干了 既不用受累了 也不用干经受怕了 两手一拍 走了 杨金水这时表现出的态度 我认为是没有伪装的 他其实很为沈医师惋惜 有了这种情绪在 他就更坚定的要完成沈医师的嘱托 把日后起到至关作用的雪晶 交到了云娘手里 同时让他跟着高汉文走 杨金水知道 高汉文如果按计划去请罪 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高汉文离开胡宗县的大营之后 马不停蹄地回到杭州 来见等他许久的海瑞 做了请罪之前最后的交代 好 真不舍 正如许你 cep几他 ennirous 直播 images 五十十 葛 以后 小喜 嘉靖三十九年七月 英天部正式衙门 浙江部正式衙门遵尚誉 以两省税银 购买上等丝绸五万匹 中等丝绸十万匹 送将上等印花民布十万匹 借送北京公布 已被皇上赏赐藩王官员 和外藩使臣 嘉靖三十九年十月 南京苏州杭州制造坊 与西域商人商谈 二十万匹丝绸贸易 折合现银二百二十万两 悉数借送内庭私药库 主无需向户部路障 这段戏除了突出高汉文与海瑞 强到变态的记忆能力 也表现出了两人在心态上的变化 高汉文是不服的 原本来浙江是为了踏踏实实的做事的 结果被各种算计 最后还需要自己去请罪才能平事 所以他把自己的报复寄托在了海瑞身上 他相信海瑞可以完成这些看起来不能完成的任务与使命 而海瑞听完高汉文报道账之后 心态上也发生了变化 他终于明白了 其实整个大明朝 最大的驻城不是严党 而是家境 估计此时 治安书的大纲已经开始在海瑞内心出现了 刀场之探末 一切皆势于内庭 沈医师经营江南制造局二十年 其中不知还有多少不可告人的事情 我恨你 岗枫兄 你是豫王爷赏识的人 有朝一日整顿朝纲 整顿官场 你义不容辞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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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沉默才能出狱 多蒙指教我记住了 其实啊 这段戏之后 我要对之前在第18期节目中 对海大人比较表面的评价道个歉 海瑞这个人 看起来比较刚 喜欢直来直去 没有什么花花肠子 有点智商高 情商低的意思 但是从这段与高汉文的对话 直至日后做事情的表现来看 他双伤都不低 标准甚至是很高的级别 完全懂得官场里那套游戏规则 只是懂而不用罢了 用白话讲 就是用一粒 详识会 行得正的同时 手握大明律法 枪是怼到对方嘴里输出的人 两个人的寒暄 咱就不多说了 现在结合之前杨津水的做法 胡宗县的忠告 以及最后海瑞的建议 咱们来添一下之前挖的坑 这三位里 只有杨津水看起来在坑高汉文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并不是 这三位给出的答案 其实都是在保高汉文 在之前胡宗县的原剧情中 也大概其的解释了这么做的原因 现在浙江官场 马上又来龙俭峰的信号 是越来越明显了 此时的高汉文 还没有陷得那么深 利用办事不利的罪名 去请罪 回到经理 最多就是受到名义上的处罚 毕竟钱不是他拿的 能不能超出东西 跟他也没啥大关系 这个罪 也就是集中在态度上 如果再跟海尔兄弟 在浙江这么耗下去 加上自己是 严实方高徒的这个身份 被一窝端的时候 肯定是拉不下他的 那时候的罪责 就不会是表态装样子了 是不是指掉自己一个人的脑袋 都有可能是个问题 所以无论是杨金水 还是胡宗宪 出发点都是在长远的 为高汉文考虑 让他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那海瑞 为什么要让高汉文闭嘴呢 第一是因为他的身份 作为严党 他脑袋里记的账 如果传出去 那不用说 严实方高低会灭到全家 在嘉靖导言态度 不明确的情况下 这种行为真不如自杀 第二 这账里的东西 最大的矛盾点 都在嘉靖身上 这东西要是让嘉靖知道了 估计高汉文 就会成为第二个方笑如 所以只要高汉文不乱说话 等到嘉靖收到了账册 核算之后 就会知道高汉文 跟这些烂事没关系 诸位力就不会放在他身上了 加上阳金水的关系 吕方就有机会保下他 这么一看 咱们的高大人还是幸运的 虽然容易被坑 但是因为自己长得帅 招人稀罕 想保他的人也不少 至少比海尔兄弟要强得多 在下期的剧情中 嘉靖就要收到锦衣卫带回的账册 开始核算工作了 胡宗宪也要第二次 因为浙江的事情被招回京 这次他面临的危机 要比第一次面临的大得多 老胡要有什么办法 解决这次危机呢 咱们下回分解 喜欢的朋友 请一键三连 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 咱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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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展如果 舍充来